这题问题我觉得比较特殊一点 天下父母心一看到就替他为他召集 他说家里有个两岁的小孩 他觉得是个过动儿 因为24小时呢 常常就是不断地在吵闹 很难可以静下来 想说陪他念念书玩玩游戏 但是这个小朋友没有办法专注 常常这个一两分钟完全就是 跑掉了走掉了 要不然就是闹事情了 那他想知道呢 身为一个新手爸妈 像这样子有过动儿的一个情况 应该有什么样的机构 什么样的老师可以协助他呢 有没有这个过来人可以教他几招 好好这个教育小孩的这个方法 如果发现家里的小孩是个过动儿 那过动儿这个东西 是看医生有办法治疗的吗 还是说这个是要请教老师的 那我们科学小天使今天非常厉害 帮大家找到的 这是我们专心于特殊教育 非常有经验 跟我们Regional Center有互相配合的 这是我们K12的这个 专心教育 就是这种特殊教育的老师 It is我们的徐贵英老师 Hello 徐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谢谢你 是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过动的问题呢 我们先要了解他的状况如何 那妈妈如果觉得他是真的过动 那有没有看过医生呢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先厘清 那他到底是过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个孩子他的感觉系统不同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要进一步的先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 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从最简单的 他的基本需要是不是没有被满足呢 比如说他有没有睡好啊 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没吃好 有哪里不舒服 可能不是很急性的 但是这会影响他 觉得浑身不对劲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他是不是有他感觉统合上的一个失调 那还有是不是他身体基因上 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过难产啊 computation 或者是even是C session 如果是开刀的一个过程 生产的过程 如果是不是医疗上面有什么一些舒适的一个状态 会影响一些孩子身体上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某一些感觉 有某些系统感觉系统上会影响 造成一些好动的一个元素 或者是说他提早太早出生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孩子在regulation 在他的自我管理行为身体上的一个状态 会有好动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他是已经是两岁多了 他是不是在沟通上有困难啊 会感觉很挫折 爸爸妈妈是不是买很多东西给他 但是没有时间陪他 或者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性格特别急 他就要说的话太多 然后要表达了感觉太多但是没有办法用他的语言 或者是他的语言发展比较迟缓 还没有ready去表达 这些也都可能造成这些冲突 所以呢 那这个经过评估以后 这个是有一个相关单位可以帮我们好好治疗的是不是 是这三岁之前 如果您父母觉得孩子有发育上的一个考量 比如说好动或不能专注 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语言上有点迟缓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的在你的当地所居住的地方 有regional center 他有一个免费电话 那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可以跟他们讲解释你的情况 孩子的状态 然后他会给你安排一个时间 给你做一个evaluation 就是测量看看是不是你的孩子真正有问题 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父母有点急 就是心急 他其实孩子问题没那么严重 但是你就一直觉得孩子很有问题 所以那这些regional center它是非常的local 就是如果是他们分我们华人居住多的地方 就是Stangeville Pomona Regional Center 它是909-620-722 然后比较靠近L.A的是East Stangeville Pomona Regional Center是626-629-947-0 那么比较在靠近东边的 像Rinchoo Cucamonga 这个Diamond Bar过来的 这个Chino Chino Hills Inland Regional Center是909-890-3000 那在这些前提之下 有时候你必须要先去跟你的小儿科医生 就是商量 看看是不是用他专业的角度 客观的角度 看看你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有时候医生会帮忙你referral 那么有时候这个专业的referral 也许让过程稍微又快一些些 哇所以其实有什么事情 赶快跟这个小朋友的小儿科医生 赶快沟通赶快讲 那如果小儿科医生觉得没什么 但你自己爸爸妈妈因为24小时在身边 你比较敏感比较觉得说紧张 可能他每次到的诊所 然后都好像很正常 可是医生没看到的时候 这个不管是自闭啊 或者是过动啊 或者是有特殊先天啊 后天啊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这个异端的话 家庭医生如果觉得没什么 自己也可以跟regional center联络 联络以后他们会有专人 专业的人来帮你做一个评估 是这样子吗 是是是非常正确 有时候你碰到的专业 你的小儿科医师是比较先进 他比较喜欢就是学一些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你的小儿科医师可能就是你上一代 就是一直用这个小儿科医师 然后你就一直用这些他可能比较传统 或者是对这些新的知识还没有这么熟悉 那么他们就会说啊没事的没事的 你太主张了 然后就这样 但是做父母的对你了解自己的孩子最多 所以如果你有问题 一定要自己在网路上寻找答案 然后多问一些人多考量 就是 second opinion 然后就多跟一些资源的中心参考一下 那么你再去去问 有可能可以帮忙就是协助你的多一些资源 哇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特殊教育这个从零岁到五岁 这个是人家都讲说这个first five 每一个小动作你其实好好的能够帮他做好的话 对于他将来一辈子的身心灵发展 都有很重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如果要跟 对呀太好了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特殊教育的 这个老师在旁边帮我们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哪边我们有疏失了 他可以帮我们矫正回来 那如果有什么真的是先天的 也能够因为有专业的人看着 我们可以及早的赶快来治疗吗 那是像 对他的严重性 然后增加他的发展发育的可能性 因为孩子在三岁之前 甚至在五岁之前是他的脑坡 就是他的脑的发展最旺盛的时期 主要的是两个大部位 一个是室内部 一个是motor strip 就是小孩子在语言还没有发展之前 逻辑概念还没有形成之前 他都是靠着感觉 他对外在的环境 外在的环境就是父母 或者是父母怎么跟他互动 或者是说这个环境 他居住的地方 气候还有噪音这些都会产生 都会对这个孩子产生不同的一个影响 那么有些孩子他的感觉比较敏锐 有些小孩子他的感觉就比较迟钝 所以不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认真的了解我们的孩子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帮助他 那也可以减少就是当父母的一个辛苦的程度 真的太棒了 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 其实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全部公民 要一起来照顾的这个新的一代 其实我记得我自己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在很小小学二年级之前 我是不太讲话的小孩 我是到了学校去老师发问 或者老师说上课不要讲话 我想问为什么要讲话 因为是不讲话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以前在小学二年级之前 是完全不讲话的 那后来我自己生了小孩之后 我后来是后来渐渐就开始讲起来了 但我自己小孩本来也是这样子 我小孩在两岁多在三岁之前 也是不讲话的小孩 我想说这应该是跟我一样 应该是没关系吧 后来医生有建议就使用了regional center 那我发现这个regional center 它是一对一的服务 好好的去观察是耳朵有问题吗 还是是心智发展有问题或基因有问题 那查半天经过一对一的训练之后 快速的他在三岁的时候 就变成话很多 有什么事情就是很能讲这样子 所以这种及早的教育 可以及早的让他变成比较好沟通 跟外界比较能够联络 所以有专业的这个影响 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知道regional center 或者是这种特殊的这个小孩 其实在加州 我们都是免费的对不对 所有的民众不要担心这个医疗费用 或者是辅导费用很高 我们都是缴税的人 我们都是加州的这个合法居民的话 其实都是免费的服务嘛对不对 这个是如果这个你的孩子 是在你meet他的快递人 你就是假设说他有他的发育上 就是他有他的标准 比如说你先天有比如说有自闭症 或者是说他的那个感觉基因 就很容易就测试出来的 这个状态或者是他的耗动程度性 是有这个基因上的程度 他们有专业人的一个测试 那么他会qualify 那只要你qualify那个program 是的 就是他regional center 他们的TDF Department Development Service 他们会就是提供这个服务 家长是不需要啊 从自己的腰包靠前出来 接受这个服务 或者是语言上的一个问题 是 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 就是有时候父母 他只是太担心了 没有到那样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regional center不是说 每一个人你打电话给他 他都会给你 那当然啊 你不能把他当作补习班去参加了 你一定是要有需要帮助的这个情况 医生认定或者是regional center认定 他们有生意的人员 来提供对这个孩子 是不是需要啊 特别的一个服务 那么就是一对一 one on one的一个服务 是真的啊 很有效 因为就像我说的 因为有时候父母很忙 然后或者是父母 我们的小时候 必怎么带大的 无形当中就会把相同 或类似的方法 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那有时候我们的感觉 就还没有到那么啊 就是那么深像 假设说 你小时候也不说话 那么很多父母觉得 我小时候也不说话 对啊 你说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这个说不说话 是一件事情 他如果说receptive了 他明白 他了解这种状况 但是有些孩子 他有发育上的问题 他就啊 他miss这些部分 他很多东西他不明白 所以就会让他wonder 也就会让他 就是转来转去 就是很好动 是是是 那这些问题 我们就是要啊 就是认 进一步的去认识 到底我们的孩子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的是的 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遇到问题 绝对要面对他解决他 赶快跟我们的这个 regional center联络 我们会请我们的 这个regional center联络 让他来帮你做个评估 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帮助你 那再次感谢我们特殊教育 k12的edis 我们的徐贵英老师 谢谢您 谢谢 徐贵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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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我们徐贵梅老师 而且非常开心 我们知道这个regional center 其实会有讲中文的老师 这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新移民 很多因为语言沟通不来 反而不知道小孩子怎么样 这个教的这个能够跟逐流 或者是跟现在的这个status 能够跟上 其实regional center 有各式各样会讲什么 latino的语言啊 广东话啊 越南话啊 或者是普通话都有嘛 是不是 你就特殊的要求就好了 是是是 但我们中文华语的啊 我非常愿意去帮助 因为这个不只是 对我们孩子的发育上的一个了解 对整个系统上了解 比如说这个early start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早聊的部分 还有就是你三岁之后啊 如果他还是啊 还没有完全 catch up 没有啊赶上他的 give a pimento milestone 是是是18岁以前都有嘛 对不对 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真的不够了 好多问题 可以给我们的徐贵梅老师请教 我们下次再把握时间 再麻烦你咯 谢谢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